彰化出現了對比機大盜 而他的犯案手法呢 都是先偷車牌再犯案 結果因此露險 竊賊安全帽口罩戴緊緊 蹲在娃娃機台前 口袋裡拿出兩支錢子 賺了兩三下 立刻撬開投幣機 還轉身去找袋子 搜刮裡面的零錢 但他還不知足 繼續破壞外頭的娃娃機 還有洗衣店的對比機 把能偷的錢幣 全都偷光光 被害店家苦不堪言 只能自立救濟 花錢加裝防盜設備 這個是防盜索 防盜索 防檢索 沒辦法撿 這個又是後來加強的 對 後面就沒辦法抽了 對 這些都是防盜的 防盜的機制 警方接獲報案發現 竊賊是34歲的成姓男子 在鹿港福星和秀水 至少犯下六起竊盜案 買東西要發票 在市場買的 警方在他車內查到犯案工具 根據瞭解竊賊都是專挑 沒人看過的娃娃機店 自住洗衣店下手 前都會先竊取車牌 來懸掛在自己的車上 都利用生業來工具來破壞刑竊 初步得手大概有十多萬 嫌犯異想天開偷車牌 再刑竊犯案之後 再把車牌丟棄 企圖製造斷點 結果車牌反而成為警方追查的線索 不過警方懷疑還有更多店家受害 正在擴大偵辦當中 記者林一峰 彰化報導